中国东莞知名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洛克集团最近陷入了一场轰动性的董事长卷款外逃事件中 集团创始人张颖豪被指控非法挪用高达12亿资金后消失 这一举动使公司面临严峻的财务危机 此事一出震惊了投资者 他们纷纷要求彻查并追回失窃的巨款 网络上的爆料显示张颖豪在11月11日安排司机前往香港口岸 并在11月14日晚通过公司群发出我要走了 你们也走吧的信息后便音讯全无 员工立即报警发现张颖豪已经潜逃 洛克集团以其170亿元以上的资管规模和多次获奖经历 是投资界的重要一员 集团以投资风险管理和透明度著称 核心业务包括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业务 据报道张颖豪曾在高盛集团市场部担任研究员 并在北大获得NBA学位之后加入洛克集团 但在今年3月隶属洛克集团的华融资本未能按时支付投资回报 引发了质疑和担忧 行业分析师指出这一事件暴露了私募股权市场的风险和金管漏洞 据了解张颖豪在东莞的金融和互联网金融领域有深厚背景 他曾推出名为筹一筹的金融产品 并在私募基金圈内活跃 有消息称张颖豪投资的一家企业经营不善并关闭 这可能与他的失踪有关 你好 我是安琪博士 以上信息来自网络搜索 不代表本人观点 如有误差请谅解 我的频道聚焦从宇宙的宏观而非微观的任何宗教 种族 文化或价值体系等人为的思维定势角度 习助不想被无形宿命掌控的个体探索 如何能跳出思维局限 为自己的永生永世的福祉来规划当下的人生 避开人生的苦难 超越生死 掌控转世轮回 所以我会选择有代表性的真实人物 事件 现象等贴近生活的例子 作为入门基础 同时利于日后拆分和剖析技术要点 解答实际应用中的技术难点 以便大家能最轻松地掌握自动导航超心理技能 假设你学会和习惯了一种新的用脑方式 你的大脑自动导航功能会被激活 作为张颖豪 你绝不会为了卷款而逃 让自己不仅在下半生都活得战战兢兢 怕被抓和被报复 而且让自己掉入生生世世要还债的轮回中 怪就怪在你没有了解自己大脑中预设的陷阱 你冤死了 假设你是投资人 你那大脑自动导航驾驭心智的能力 会让你避开看不到的陷阱 让自己的余生在安逸中度过 而不是可能的仇恨和愤怒 欢迎大家在留言栏讨论 在面对各种财富诱惑和成功机会时 你是否已发现了随时可能导致人生突然失控的危机信号呢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和点赞 不喜误攀 非常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